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现在国内外都有假新闻问题,民进党立委邱志伟今天就表示,他以提案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,没经查证就在网络散播假新闻影响公共安宁秩序者,可出三天以下居留,或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民进党立委邱志伟、苏振青等人提案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六十三条条文,希望新曾未经查证与网络散播,传递假新闻、假消息或参布谣言,足以影响公共安宁秩序者,可出三日以下居留,或三万元以下罚款。 邱志伟说,现在挤住网络便利性,没经查证就散播,传送假消息或假新闻的现象日益昌觉,不止让网友无所适从,也实质影响公共秩序,社会安宁。 他因此希望提案修法,明确有效规范,处罚这类假新闻的谣言散播者,并杜绝假新闻、假消息。